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知执受 处了 常与足 作意受上师 相应为写受 好龙宿 读这句也不容易读 如果五个字去解释 解释不了 一定要读一篇文章解释 不可知是一样 要懂得为什么 执受 处 了 为什么 常与是一个连词 一个conjunction 是常与足 作意受上师 是常与五片行的心所相应 即是说阿赖耶识 第八识 里面的第八识 有不可知执受 处了 这些特征 这些行相 另外心理活动的行相 是与我们的心理五片行的心所 是常相应的 但这样也未必了解为什么 我们还要深入 上次说了 深入里面 深入里面说到什么 不可知为什么 解释过了 执受 处 了 了 了 怎样了呢 了 我上次说了比较简单 今天加多一点点 了 了 即是了别 了别 即是说 如果我们用英文说 是Cognition Perception 和Analysis 加在一起 即是整个Cognition Procedure 即是一个了别 这个了别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 我们知道每一识里面 一有外景 一产生心理活动 就会自然产生 识里面产生个见分 一个主观的见分 还有客观的上分 这有了别 这个见分 这个了别 就是执着本身所造成的种子 又执着身体的根身和气界为自体 然后他的心理作用 事上都会有什么 事上都会和五片行相应 这就是了别 他的心理用五片行去了别外景 当然 五片行触受上师 我们后面还说的 现在还未说到触受上师 还有后面很多心所未说的 里面的五别景 善 烦恼等等 心所如何和我们的唯识 这些心理相应都要学 我们不要太心急 逐步逐步来 那我们了别 就是这样解 加多一件事 这样说了 我们了别之后 既然执受了自己所变异的根身 以及执受所摄持的种子 这是在里面变出来的 即是在里面的能力 力竭以来 人里面的安耐耶识里面的能力 它就摄持了这些种子的分杂 便会慢慢慢慢演变了自己的身体 这是身体 身体里面又有摄持种子 因为只有身体没有种子 不行 只有身体没有种子 没有了功能 又有外学的根身 又有里面的功能 才是产生一个他出来 产生一个人出来 这叫做内变根身 外变共业 大家一起产生的世界 叫做外变世界 那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们不可以轻轻 将内变根身、外变世界 背了这四个字 就叫做色 内变的根身 很多人有兴趣 尤其是那些很喜欢研究人类学 我们从我们的蓬古开始的时候 人是怎样演变出来的 我们大概都要提一提 所以我就说 内变根身这件事 我们先探讨一下 那怎样内变根身呢 内变根身 这八色的种子 欧赖耶色的种子 怎样内变根身 外变世界 我们先讲内变根身 怎样内变根身 我们这样 什么叫根身 指众生各自的身体 body and mind what are we make up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the body是物质界 the mind是精神界 我们是一个小的世界 这个小的世界 包括两个层面 精神和物质 你不可以有精神 没有物质 有物质是没有精神的 你没有精神世界 你是一个空壳 不可能的 你有精神世界 没有物质 没有身体 我怎样看出你的精神世界 两者不可以分开 即是我们的身心 如果我们用佛法所说的名词 去包括 就是色受想行色 叫做五蕴 蕴即是aggregate 一个累积到身心 色属于根身 受想行色属于精神世界 受想行色 即是心经里面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如果我们能够观照修行修心 经过一段长时间 这样去transform 自己的consciousness 改变身心 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能够不执着 这个根身世界 看见它的真相 当你真的能够照见 它的真相的时候 你就脱离生死苦海了 简单来说 我们会知道 内变根身 是怎样做的 从无钱以来 众生颠倒迷惑 以 clich I sorry 分别妄想 你跟我 不仅仅仅This世 以前有前生 现在是今世 如果这隔阻生死苦海 再存在下一世 前世今生下一世 三世流转 亦是时间之流转 ностью 亦是时间之流转 亦是时间之流转 时间后 有 해도在 addiction 从无此以来 众生的颠倒迷惑 什么是颠倒迷惑分别妄想 因为我们从无量见面来 每一世都做了很多善的 恶的 不善不恶的业力 这些业力令到我们 分集了我们的阿赖耶色 成为我们的身体 变现了业力所呈现的身体 在三界六度轮回里面 不断去轮回 在轮回的期间 又做善又做恶 永远都是善恶无忌 不懂得迈向静的境界 不懂得向静的境界 超越这些业力范围的境界 迈向圣界 当你有善恶无忌的时候 不过是世间法 就算你自于自善 你做到好善 我们通常说人生 最好是真善美 真善美的境界 这样说 但他没有了性的境界 都是流转在真善美的人世间的境界 并不是超越的境界 没有性的境界 是圣人的性 所以是不断分别妄想 及其言与行为所产生所有的业力 我们的言与行为思想 Thought 我们的思想 言与行为 产生很多很多动力 如果在第八识里面说 产生现行 现行又分杂里面的能量的种子 种子又分杂现行 而是三法流转 辗转因果同时 种子又中种子 所以不断成就业力轮回 不断使得阿赖耶识分杂的种子 种子生现行 现行生种子 种子生种子 习染成为四种功能 四种功能 这四种功能就是 截断式 solidity 浸润式 浸润的功能 humidity 炎性的功能 或是temperature 或是heat 飘动性的功能 movement 或是oscillation 不断有这四种 地 水 火 风 四种element 以一个大致来说 如果细致的element又有原子 原子又有核子 核子里面有量子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研习 即是说整个人的身体怎样出来 最主要我们人生的身体 就是有 坚实的功能 这个叫地大 即是我们的骨骼 牙齿 头发 手指甲 流动性的功能 流用的功能 humidity 水分 血液 尿 眼里面的水分 炎热的功能 里面还有temperature 还有暖色 然后飘动性的功能 还有breath movement 还有circulation 如果人没有风大 没有流动性 一潭死水没有动 就不活了 因为这四大里面的功能 物质的功能 首先 你有了物质的功能才可以做出来 才可以做出每一样东西 就算是 花也好 花它成为花 它也要有地 水 火 风 除了地 水 火 风 为何花可以成为花 花里面有花的功能 它有里面的nature characteristics 有里面的功能才可以做出这件事 人也是有这样的 我们 因为装这麽复杂的人的身体怎样形成 是简化它 佛经里面就告诉我们 有四大的element 存在 这种四大的element 有了这个因缘 有这四大 这四大有这个因缘 才可以成为根身 这四大有这个因缘 才可以成就世界一切的事情 不过是地 水 火 风的element 从我们眼 或者我们感觉感觉得到 当然这个四大又怎样造成的呢 打烂 沙盆 闻 盗 毒 这个element 怎样形成的呢 Body cells 是怎样的呢 里面的microorganism 是怎样的呢 里面的macteria 是怎样的呢 里面的poldron neutron 永无止境 永远都可以split出来 我们 不用知道那么多 因为没有这个时间去研究 就是地 水 火 风 有地 水 火 风又怎样 生命受到生的时候 我们有地 水 火 风 已经有了这个能量 在我们的第八阿拉耶式里面有这个能量 由这个能量 再经一男一女 起了淫念 生了淫行的交合 男精从及女轮 母体中和合 同时这个人的中阴身 这个人有了这一种的四大 这个人又有四大 又有四大里面的能量 而这个男女的结合里面的卵和精 亦都有这个四大能量 由这个 由这个念头 变了就会 有了这个这样的交合 而结合了这个缘分 就能够令到那个流淌的中阴身 那个阿拉耶式 就是 砰 就没有胎 形成了胎式 佛由母体中四大座城 漸漸 掌养 为 在胎中 这个叫做 如果我们用 十二 我写了一本书 《生命的流转与还灭》 不是坏广告 只是解释这件事 这就解释 十二因缘的流转门 生命的流转是 无名缘行 行缘色 色缘名色 名色缘 六入足受爱取 有生死老死 这就是什么呢 男女的无名一念之初 亦都由于 那个阿拉耶式中阴身里面的迷茫 的无名的一念之初 无名一念之初 还加上他的业行 无名缘行 一combine 写迷 无名缘色 色缘名色 名色就是他的material 就是四大 地水火风 掌养的胎里面 《大宝迹经》说 五十五 《佛为阿兰说处胎会》 十三说 若有众生欲入胎时 因缘聚足便得寿身 混何得入母胎呢 所谓父母喜爱验心 月期调顺中阴现前 业缘聚足便得入胎 如是渐长直至出生 我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这个内变根身 我是加入去 给多些资料大家 明白为什么 阿拉耶式 是会执着他的身体 和执着外界的气界 既然是执着身体 你很自然身体害处而来 所以我要加插了一些 十二元起的流转门 和入胎《大宝迹经》所说的说话 让大家对这个概念 知道原来人是这样生出来的 然后怎样呢 继续 出生之后又经过 婴孩 童子 少年 中年 老年 五大阶段 最后走向死亡 由所造的新业 而经中阴身又投入六道 如此循环 不佑 死了之后 又带着他的中阴身 去哪里 地狱 饿鬼 畜生 人 天 又去投胎过 这个就是色身的演变 这个色身演变是什么 就是唯识里面说的色变 Parinama Parinama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英文说 The evolution of our consciousness 有些人喜欢用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也好 Evolution也好 慢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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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出来 所以 万法为心 万物为色 所变现 连连我们的身体都是这样变现出来的 不是变的意思不是砰 Mossus变出来 不是 是经过演变 这个演变是可以分析的 因缘的演变 内缘的演变和外缘的演变 你没有经过男女里的缘的巧合 收不到出来的 你没有经过有戏界里面提供的东西 生不到出来的 这个是 纵言和合 而生的 每当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 四大分离 前七色的功能 隐没了 眼色二色 鼻色 身色二色 人死了 人死了 哪有前六色 没有了 第七色的功能 隐没 Shrink Into the eight consciousness 在阿赖耶书那里 因为第七色的 上份是阿赖耶书的见份 阿赖耶书 第七色和第八色 是有深深相印的 以深圆深 真带质 中间上份两头生 他随时一触 就缩回到阿赖耶书那里 这个是我 自然阿赖耶书就有这个见份 这个是我的 但当第七色的功能隐没 就不起现行 第七色走到阿赖耶书那里 第八色最后离开身体 至此 生命根不存在 一期的生命宣告结束 又流转到下一期的生命 你和我 都是这样流转 但我们在流转的期间 我们是不察觉的 我们就是这样抹下去的 我们仍然是贪、亲、痴、杀、道 就不妄 我们仍然是 娇、犬、狂、妒忌 亲、怒 名、利 很多很多这些业力 再去自己做这些业力出来 还有做了你都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分杂 很多事你做了都不知道 你分杂了都不知道 即是说如果说得 直接一点 就是到死都不知道 到死都不知道 怎样死法 所以说 都不知道怎样死法 就是这样的意思 到死都不知道 好了 每期就是这样 生命的流转和幻灭 是很清楚的 即是说每一样的 在每一期里面 他的心态是怎样变的呢 我们怎样可以将生命的流转 去幻灭它 第一件事就是 Gradually 怎么止了 这个evolution 不会被这个 六道轮转里面继续流转生死 不断地造业 佛法就是 让那些 不要再流转生死 不要再造业 要迈向一个 涅槃的境界 是 用不容易 在人类的历史上 有一位很明确的人 他叫做 释达多 太子 后来成为 释迦玛尼佛 他在现世 可以证到 阿罗多罗三要三菩提 他将它证的过程 完全交代出来 让人 可以随着那个方法 脱离生死腐海 各位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很重要的 释迦玛尼佛 不单止自己可以脱离生死腐海 再用众生 一切众生 都可以脱离生死腐海 我们继续 第八色的种子 怎样内变根深 说到这里 我就完全将内变根深交代过 这些就是 内变根深里面的 结论的杂粹 内变根深 就是这样 第一 阿罗耶识和根深 彼此有共存的关系 我们的阿罗耶识 阿罗耶识是看不到的 是一种功能 是一种 是一种 energy 是一种心色 但是它与我们的身体 很有关系 所以 你应不应该很了解 阿罗耶识 当然要了解 如果你了解这个阿罗耶识 不单在你现生里面 能够改善你现时的生活 令到你的生活更加安稳 更加远离一切烦恼 更加令到你家人 你的朋友 都能够怎样 用自己的 认知自己的心色 而带动自己 迈向 没有那么多烦恼 要迈向 一种安乐的境界 现生 来生 脱离六道 轮回生死 所以 你要知道阿罗耶识 跟我们的根深 很有关系 如果阿罗耶识 没有根深的依附 阿罗耶识 就没有活动的天地 所以一定要是阿罗耶识 我们不可以说 人 死了之后如登灭 什么都没有 没有阿罗耶识 我怎知道又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东西 就当它没有 你不知道的东西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死了之后 什么都不知道 我需要知道 我当它没有 不知道 当它没有 这个心态很多人 每一半又一半没有 有很多人临死的时候 他都要知道 我将来的钱要摆在哪 我的物业摆在哪 那些他要知道 临死他也要知道 给了谁 谁我不应该给 谁应该给 我这一生这么苦 那些他会认知 但是 当他生前 他没有时间去认知 阿罗耶识是什么一回事 我怎样可以转白色成正智 他不会认知 这就成为众生迷的众生 若离开现变的阿罗耶 就没有根身的存在 所以阿罗耶和根身很有关系 所以阿罗耶对于根身具有 摄为自体 慈令不失 领以为境 令生觉寿 四个仪理 四种 里面 我还用highlight 叫做慈寿 执寿 不可知执寿了 执寿 所以这四仪为执寿 三十宗的不可知执寿 就是这样 六道中各类的众生有各别不同的根身 都是各自的业力所生出来的转变 每个生命的存在 他的生命的寿命的长短 生活的质素 优越 都是 取决于各众生自在所作的业力 你是很然能的 或者你很愚蠢的 或者你很美丽的 你很丑陋的 你长寿的 短寿的 全部都是你的 阿赖耶色里面分杂的业力 带出来的果 令到你的根身承受这个果 那你想不想果是好 起码这一生的果好些 我既然生出来了 我根身不能改 原来你的阿赖耶色 秒秒钟都在改 不止秒秒钟 每一念头是零点零一八秒 即是你 你每念 每零点零一八秒都是在改 够不够快 零点零一八秒我真不知快到多快 我知道一秒就是 迪达 一秒 就一秒 快到这么快 原来我的心念 每一个心念都是在改 在改我的根身 在改我的阿赖耶 在改我的前途 在改我的命运 既然是这样 我不是注定的 当然我现在的业力 是注定是这样 但原来我可以改的 只要你懂得怎样改 你认知怎样改 你肯改 你受婚 你不受婚 那便无法改 好的你不受婚 我不受教 我不受婚 我是这样就这样 我是 无法改的 你误会我 你说我粗劳 我不是粗劳 你说我 亲威 我不是亲威 那改不改 改不了 没有 有些人说 有时你说错我 当然会有 你有没有说错人 误会人当然有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心识 你自然知道那个人有没有说错你 你自然知道如果那个人就算说错你 你也会原谅他 你也会接受他 为什么 你感觉到他是为你好而说你的 你明白别人的心识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知己而不知己 一胜一胎 不知己不知彼 注定失败 当然要知道 所以 我们的根身和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执受这个根身 就是这样变出来 永无止境地变 但是 可以改 完全是可以改的 现时就是可以改的 这个是现时可以改 这个这样的 概念 不仅仅佛教有 有很多很出名的心理学家 虽然他说 我觉得 没有佛教那么仔细 那么细密 说得那么清楚 但他也是 说一回事 我和大家说过 The father of American psychology William James What did he say Sow an action You reap a habit 播一个行为 即是播一个言语也好 行为也好 你做了一个行为 你做了一个言语 你以为 没有呀 没有什么问题 You sow a habit 你已经分杂了你的种子 所以如果你的行为是坏的 不但那个行为 坏了 灭了 那个行为说完就灭了 没有灭 因为他即时就分杂了你的种子 成为一个坏 你即时发鼻气 你以为发了鼻气没事 你以后不要发鼻气 因为 你发了鼻气还有后患 你这个脾气的分杂 分杂了你里面的种子 如果我不发鼻气 我忍辱 我按住他 好了 你分杂了你忍辱的种子 原来你的忍辱能量又高了些 明明别人说你的时候 你忍辱了 你以前忍不到 你一锥就想打回去 但你现在忍辱了 所以 Sow an action Sow即是播种 播种种子 You reap a habit 你就播种了的习惯 So the habit You reap 什么 You still remember So a habit You reap a character 这个习惯 你经常这样习惯 习惯忍辱 习惯勤力 习惯为众生 习惯很有负责任 习惯是这样 那就变成了什么 You reap a character 你经常播种子 你又怎样 你成就了怎样 你分杂了什么 分杂了的习惯是这样 你习惯忍辱 你习惯勤力 你习惯为大众 你习惯是慈悲 你习惯是慈悲喜舍利落友情 你习惯是 美好的命运 You sow a destiny 所以 你的世界 是由你自己演绎出来的 从明天开始 你和我 都要演绎一个 安乐的人生 都要演绎一个 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内分种子 亦都可以改善别人的外分种子的人生 你知不知为何 你自己的种子改变 你只是改变了外面的种子 如果人家见你这么忍辱的时候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不反骂 他就不会不开心 他不会不开心的 你反骂他就不开心 你就播出一个亲恨的种子 在他的种子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他那个repercussion 他那个影响力 reper effect 不断播 不断播 你以为我忍了 我怎能利益到人 你忍了的时候 起码他不会发怒 他不会发怒的时候 他本来是发怒的 因为你反骂他 他发怒的时候 他的行为又分集了他的发怒种子 你慈悲一点 不要令到他发怒 这样就变成道众生 道众生不一定 如我现在讲经道众生 你一言一语 一举手 一低头 就可以道众生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我已经将 内变根深 这件事 说完 我下一次说什么 外面是怎样变世界出来的 下次再续